花8800在日本吃一顿素食的淮食料理是怎样的体验 一起来看一下这家在六本木的中午餐厅 他们中午的菜单 点一套最贵的精进淮食料理 8800日币 太爽了吧 只有我有这个红色的桌垫 很有点的套餐也不便宜 也要两三千日币 第一道前菜来了 这个是炸面包 里面包了马铃薯 旁边还有一个脆脆的凉拌小菜 面包是现炸的 热热的 里面除了有包马铃薯 还有大叶跟卤笋 这是其他套餐的前菜 超级软热的豆腐配上很清爽的酱汁 豆腐软到真的完全夹不起来 吸一口豆腐再配上一口酱汁 味道好极了 我的第二道菜来了 打开后是一碗冷汤 里面是由蔬菜打成的泥 有点像分子料理 吃起来完全不会有草味 还带着一股清香 在热热的天喝一碗这样子的冷汤刚刚好 其实这家店来头也不小 它是米其林二星餐厅皮糊的姐妹店 每一口的味道都是高级天然的感觉 再来这道是精进咖喱 旁边还附了三块炸香菇 它的精进咖喱非常的好吃 是甜口的哦 上面还放了各种营养的蔬菜 还有炸物 喜欢吃重口味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道 我的第三道菜来了 这道菜吃的应该是食物本身最天然的甜味 我感觉它的酱汁用的非常的清淡 这个有点像竹生的东西 吃起来口感非常的好 因为咬下去会有爆浆的感觉 而这个我们又很喜欢吃起来没什么味道 很甜的番薯 这个是烤顺子 还有炸礼玉 我的第四道菜来了 猜得出这是什么吗 第一眼我还以为它是烤洋葱 没想到它是烤茄子啊 能够找到这么圆又胖的茄子也是不简单 茄子吃起来很软嫩 外面是勾芡的汤汁 吃起来有中式料理的感觉 第五道菜是这个炸豆腐 上面那坨绿色的就是芥末 这个豆腐真的超绵密的 它绵到有点像麻薯 但不会碾嘴 第六道菜终于看到饭了 朋友的套餐也有这个饭 他们说非常的好吃 吃起来很香 有点像天妇罗饭 旁边还附了一碗味噌汤 这个可爱的乌龟打开则是酱菜 最后甜品来了 里面是透明的果冻 果冻里还包了两朵花 漂亮又好吃 朋友的点心则是冰淇淋 另一份则是很日系的小点 最后他给了我一个筷子套 这个筷子跟旁边的手帕都是礼物可以带回家 精进料理的菜单是不固定的 所以下次来吃可能又是不一样的菜色 所以最好吃的就是那个精进咖喱 谢谢你看我的影片 富雄在日本会分享更多有趣好玩的事情 爱你们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